11月22日 据感媒报道 知名女星嘉玲因病去世 享年87岁 她的神秘长子也首度曝光 竟然是TVB老戏谷黄百文 吸引多年的嘉玲突然传来死讯 该女儿郭秀云透露 她晚年患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近年身体每况愈下 昨天早上收到消息 她已在睡梦中去世 外界都知道 嘉玲嫁给了泰国富豪姚武林 婚后剩下两女一子 没想到 港媒查到她进娱乐圈前曾秘密生娃 儿子是资讯演员黄百文 为了了解 记者特意打电话联系了黄百文 黄百文对此执任不讳 她透露自己是妈妈入行前生的 她自幼父母分开 她一度跟爸爸去国外生活 直到八岁才回港 妈妈知道后有主动联络相认 考虑到工作关系 她一直没有对外公开两人的母子关系 她大赞妈妈示好母亲 母子俩多年来都保持联络 两个月前她才去了泰国探望妈妈 她的女儿是妈妈的第一个孙辈 妈妈特别疼爱这个孙女 妈妈已经生病一段时间 呼吸困难很辛苦 虽然妈妈离开她很伤心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算是一种解脱 最后 黄百文说 明天会出发去泰国参加妈妈葬礼 送妈妈最后一程 据了解 年轻时美丽动人的嘉玲 于五十年代进入影滩发展 她与同期出道的谢贤因外形合衬 而经常被安排合作 在频繁的接触中 两人互生情愫 继而走到一起 有指她还是谢贤的初恋 然而 这对金童玉女没能修成正果 交往七年后宣布分手 由于当年的人比较保守 认为两人恋爱那么长时间一定要结婚 所以他们分手的消息传开后 影迷很不开心 纷纷写信去指责他们 嘉玲与谢贤没有受到影响 两人再见一是朋友 谢贤过去经常带年轻女友Coco到泰国探望嘉玲 并跟嘉玲老公姚武林成为朋友 嘉玲几乎每次回国都会约谢贤一起出来聚会 感情亲如兄妹 嘉玲曾谈及跟谢贤分手的原因 她说 当时姚武林在追求自己 于是她跟谢贤说 她以为谢贤会吃醋 怎料 谢贤叫她跟对方发展 心灰意冷之下 她选择分手 谢贤也公开承认过 她跟嘉玲分手的主要原因是太贪玩 她小时候家里很穷 长大后有钱就拼命玩 玩到有一天嘉玲要结婚 接着 嘉玲就嫁人了 尽管两人没能成为夫妻 但做了那么多年的好朋友 相信谢贤知道嘉玲去世后一定很难过 嘉玲 袁明和佩英 是五六十年代香港电影的大女主 与谢贤 西甲 情真 是谢贤的初恋 她与张国荣的交情很深 张国荣当年曾去泰国找白龙王 但白龙王拒绝见她 张国荣只好找嘉玲谈心 没能劝哥哥放下 令嘉玲抱憾终身 她的女儿几年前接受采访 还曾谈及此事 11月23日 港媒曝光嘉玲另外一件气文 原来她有两段婚姻 第一段婚姻秘密生下一子 儿子是香港资深演员黄百文 黄百文受访承认 自己是嘉玲的长子 父母分开后 黄百文跟着父亲生活 8岁才第一次见到嘉玲 两人的关系比较疏远 直到黄百文长大之后 才逐渐变好 黄百文表示 嘉玲的身体每况愈下 年纪变大之后 腰骨有问题 此前做了手术 肺部出现问题 长期卧床导致呼吸变的困难 抵抗力越来越差 不得不再次开刀做大手术 这两三年都是在病床上度过 黄百文透露 将在23日飞抵泰国 操办母亲的葬礼 送嘉玲最后一程 黄百文与吕良伟 陈玉莲是TVB同班同学 跟周星驰合作 霹雳先锋 风雨同路 跟周润发出演 蝶血双雄 他是李修贤看中的人 在戏中经常扮演警察 后来不幸患上癌症 才被迫转为幕后 黄百文如今抗癌成功 又返回TVB拍戏 在聚伦客串反派 值得一提的是 嘉玲是谢贤初恋女友 两人交往了12年 他们主要合作的时间在 1953年到1965年左右 因谢贤不愿意结婚 嘉玲提出分手 黄百文的出生时间是1958年 不知是在生下黄百文后 与谢贤交往 还是与谢贤分手后 才生下黄百文 目前谢贤没有回应 就爱去世 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好 之前曾多次碰面 想必四个对此非常难过 毕竟是她第一个 生爱了12年的女人 嘉玲的干女儿郭秀云 是第一个公开恶号的一人 她透露干妈在半夜离世 死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当时她的丈夫睡着了 是医院的护士第一个发现 并打电话告诉家人 换而言之 嘉玲晚年长期卧床 在医院度过余生 儿子黄百文称 上一次见到母亲时 嘉玲已插着喉管吸氧气 说不出话只能写字交流 黄百文认为妈妈是喜丧 离开时很平静 像睡觉一样 她的丧礼已在22日举行 黄百文全家都会飞去通过送别 90岁胡锋受访悼念 对嘉玲的离世感到痛心 称她的身体不好 生前很多病痛 两人曾合作 私下是好朋友 以前总会和谢贤 林凤等人吃饭 跳舞 她是斯文得体的大美人 88岁罗兰得知嘉玲去世 同样很恶然 称印象中嘉玲说话温柔 斯文时髦 总是赶在潮流第一线 商店还没出售 她就已经穿着了 嘉玲离世 有人对剧中饰演 龙语居士的黄百文 有印象吗 其实 她是位颇有来兔的娱乐前辈 不单是一位老戏骨 更是位大导演 就连周星驰成名的作品 都是出自她手 意想不到吧 香港著名的电影演员兼制作人 李修贤 相信无人不识 而黄百文正就是李修贤 曾经的固定班地 毫不夸张地说 黄百文几乎策划导演 参演了所有李修贤的作品 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包括 公仆 霹雳先锋 及蝶血双雄 黄百文以演员身份 参与了蝶血双雄和公仆 而公仆一戏 电影讲述 李修贤饰演的阿B 如何将童年好友 毒贩杀人的黑仔 生之以法 而饰演大反派黑仔的人 就是黄百文 另外 黄百文与霹雳先锋中 出任霹雳先锋的导演 而此戏就是周星驰 从影生涯中的第一部电影 亦是周星驰的成名作 凭黄百文指导的霹雳先锋 被提名第八届 香港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 与最佳新演员两项大奖 同时顺利夺得 第25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 虽说挖掘周星驰的是李修贤 但黄百文作为周星驰 成名作《霹雳先锋》的导演 他必是周星驰演艺生涯 转折点中重要涉事人物之一 他于2012年正式加入TVB 成为合约议员 其出演的角色都以反派为主 像雷霆扫读的《独笑威歌》 《情逆三世元》的帮会成员 萧奇华 神枪举集的江湖大佬红野 以及郡伦二中高天舅的 得力助手中国宝等等 原来他演反派 只是做回他的老本行 其实有个疑问 一直在电影圈发展的黄百文 为何会加入TVB呢 他回复说 其实我是第六期TVB议讯班出身的 同陈玉莲 吕良伟同期 现在叫做重返母校 不过我当年毕业后 跳槽去电影圈坐幕后 之后不幸拍戏 拍到身体有毛病 所以移民去加拿大 返回之后 有次找郑泽试影查 期间撞到TVB的人 我就说有戏影想拍下戏 这时无记错 TVB好似正在准备拍雷霆扫读 所以我就以雷霆扫读 开始做到现在 虽然黄百文在电视剧集方面 算得上起步不久 2012年至今不过六年 但他对于电影界多年的经验 足以证明 他是名副其实的老戏骨 难怪他除了擅长的反派角色 入行入阁外 高官警员的角色 亦表现得相当正气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